双方的话 看一下这个机身风的选项 蓝博是彗星的代法 九筒的掠食者 其他的点位相对来说比较正常 而MF这边带了一个进化 不过这一局来讲的话 他需要面对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蓝博的大招 这个是进化没有办法 不过这一局中路有一点血腥啊 两边都是带的点燃 突然呢 这两个英雄拼刺刀的呀 哇这一上一上来就护A了吗 直接Q到了脸上 当然一级单纯的护A来讲的话 卡纳也不虚不是很虚 倒也是 不过看起画面来说 当面应该是要更加上分 因为他有插过去那一 是 多一下嘛就等于是 白起手一下 要是高刀打一套 卡在防御塔的边边 好准呀 这个艾波对线有点小难受了呀 一个水平就下去了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回复手段 或是主动进到野区做一波的视野 想找一下卡扫的位置 这波发现F6还在的情况下 应该是知道这座位置的 看一下奥温的一个护文带法 这也是起风秘笔级的一套带法 起风秘笔级鞋子饼干 应该是腹息的话 也是辅速加一个过速成长 那这样的话好照顾Cube啊 因为那个眼是能够知道 蜘蛛在大概在哪片野区 那这样的话Cube就可以 一直利用他的技能去推线了 所以是刚才谈到一点嘛 就是你要么就是 蓝博这个点 他优势是打奥恩本来 对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还有就是怕被抓 所以说现在的话 这个眼插下去之后 只要下落稳稳地把线保好 中路你看 焦太郎明显闻起来了 而且是走位往上靠 是 他知道蜘蛛在下半区 九总来了 这波的话 也不好下 也不好下 就单纯地蹲一下 但是这个控线还挺有小心机的 把中路的线一控 那这样的话 其安娜不能回家了 九总这波线回家 把对手做出来 然后再去抢上面去的河蟹 他这里的话 依然是知道蜘蛛就在附近 转让我在F6的位置 因为中路刀背血量已经很低了 下落这边也是疯狂的宽血 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而且 或者很警觉 这边的话蜘蛛是逮住 九桶先咬一套 小娜 跳击东西放空掉了 这边跳过来之后 这个在野区就直接开打了 好丝毫不怂的 也不怕对手第一时间支援 但这样的话 蓝博好舒服 而且我现在担心一点 就是蓝博这个时间点 他的中期作战能力 一旦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他的TP下来可不一样 但是虽然蓝博舒服 三六九的补刀也很稳 没有烂刀 我觉得这个还是 对于奥恩来说挺关键的 但问题是我现在很担心的一个上路 就我很担心涛博的一点 是上路TP时间差的问题 就是现在尽管是 三六九的对线还是很稳妥 但这边TP已经交掉了 找找找 cd也还行 但如果蓝博捏这个TP 就会有问题了 对 这波在勾引 再往上去走 这边 长在河边走 哎呦这个闪现 我闪现预判你闪现 还是活了下来 差一丝啊 焦太郎这一局 前期还是没稳住啊 主要是这一波的机会 的确很明显 关键是让 奈特启示 不说这个中路的线 线要炸了呀 还炸了 哎呦 这不是走过来 还勾了个小怪 冤家这个人就 他真的就很喜欢低波波加斯 跑到这个位置 这一波过来抢也就很离谱啊 太过分了 瞬间 霸个补刀 等中路这波有机会得手 其实也是因为 就勾引做的还蛮到位的 就卡萨已经到旁边了 又来了 但是蓝色方的兵线很多 刚才看一下 都没闪现的 感觉有机会啊 这一波三包也就 又中计了呀 天呐 下楼上线过来看一下 但是队友的支援很快 这边太坦反倒是 自己先扛不住了 哇第一时间 刀妹居然扛住了 这个血怎么没掉呀 这波就换我故意了呀 就上一波你故意 这波 其实刀妹是故意在买 我觉得 装一下 很奇怪 这刀妹的血量 都没怎么往下降 不过 这一波打完之后 是要把中计局势 打了回来 现在就要 看这波的回放 主要还是就位 感觉技能没给到呀 第一时间的话 刀妹是利用一个W技能 对背着大量的伤害 可以感觉 可以看到 奇亚纳第一轮的爆发 是没打出来什么效果的 嗯 刚才那一波 女招也很聪明 他走在冰里面 那这样的话 蜘蛛的节俭 没有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放 那他就不能变蜘蛛形态 去打第二步的伤害 而且他的鼻双 也是精准地晕到了 对方的人员 这里的话 看一下 水龙 现在被蜘蛛 逞掉了 蓝博一个打了 撒下来 一个打 位置太完美了 奇亚纳先推了一个大 看一下 奇亚纳先把蓝博收掉了 但是后续 刀妹要进场了 刀妹又是一个 闪现一个异技能 拉到 啊 没了 这就是刚才 我们谈到的上路 最担心的一点 TP时间差的问题 蓝博是 省下了一个TP 这一波支援了过来 打出大量的AOE效果 不过这一波的话 人头的交换 还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而 涛博是多拿掉一条龙 大招100分 打的位置实在是太好了 对 四个人直接跑都没法跑 不过依然是 强大招推得也不错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时间 其实状态已经是 不太好了 蓝博这个大招 太完美了 其实奥文也在旁边 到的也还可以 但是只不过 正面已经没法打了 先被打了一套 蓝博的大招处理 还是比较细致的 没有很慌的放 这两边的思路都很清晰 因为毕竟他知道 你这一波可能打完 会去拿这条龙 那我就直接跟你过来 打团就完事了 不过打到现在还不好说 因为第一条水龙 被涛博拿下了 那这样的话 对线的优势 是会有一小些的 是的 而且双方经纪也没有拉开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 要看一下 奇亚娜和蜘蛛的节奏了 而且 爱抖了两块人头 这个点其实对于VG来说 是一件 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同时现在可以观察到的是 蓝色方的上面野区的保护视野 其实是比较匮乏的 只有河道处有一个针眼 这段时间里 我估计蜘蛛也不会太想去 因为 是不会太想去 因为毕竟是个奥恩 对吧 帮起来没太大作用 反倒蓝博这段时间 可以舒服一下 但问题就是 我在前面蓝博有一个 这边闪现上来 直接指到了 给到控制 但是进化解了一下 开始了掠施者的九筒 是紧随其后 这位置感觉走不掉了呀 链头是被爱暴力拿掉 大杀特杀 三杠零杠零 再这样下去要出事啊 这个大招推空掉了 这大招躲得还是比较精妙的 套博这段时间 显得有些着急 感觉已经出事了 现在 这中路确实很急 因为几波配合下来 效果都比较一般 因为马上 卡莎的装备又成型了呀 卡莎又在这几波里面 疯狂的拿人头 大招直接清兵 这一波的话 也是意识到 对方要过来搞自己 但是这位置 依然还是很难走啊 一个杨来 过来之后 敲了起来 看一下先手扛打的是奥恩 还能再扛两下 上海直接是灌死了 但是与此同时的话 也对对方的下路动手 爱不已经run page 但是下路可以换一个 其实还行 看一下还能不能换 因为马上会有一波兵进来 不过这个人 不上了应该 好像也没蓝 泰坦也没有蓝了 不太好杀了 虽然只是一个泰坦 还有想法 两个人应该是不足以击杀了 泰坦还有点燃的 这波要硬杀的话 可能会出事 先打一刀 还是走了走了走了 这点燃差个Q呀 差个QA 但中路 回它打一下 被天然直接给点死了 这个拼得好凶啊 下路在拼 中路也在拼 三线开花 不过这一轮交换完之后是 涛博把人头多换回来了一个 略战一点 而且主要是他们还有一个小龙的优势 下午间帮的话也是被 卡莎顺利的控掉 不过涛博现在有一点就是 卡莎人头拿了两个 还有这波的回放 比双人先晕到打了一套 这里就是我 来 这个草丛Q直接让刀妹丢出了视野 点人的伤害 防御塔大概贡献了八九百点的伤害啊 感觉 一个虚弱直接挂到了上面 奥文这个位置身上起风密集 换出了虚弱 这波应该是要立功了 蜘蛛一口咬掉 开始军训了 但终于这两个点 又有了一定的起色 主要是经济杀回来了 那等会小龙又不好说了 本来说卡莎有四个人头 其实很好打下一波团战的 但是现在情况又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蜘蛛肥起来之后 其实能够跟奥文一起配合 看一下能不能接后排 直接开到后排 对 而且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所以我会觉得要军训蓝博的原因 就是在下路已经陷入到如此大的历史的时候 强行去抓下路的双人组会容易造成很大的问题 而蓝博又是终极团战的一个 对方的关键性的伤害的补足节点 所以这个时间点去搞蓝博 我觉得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那这两波打完之后 其实蓝博这个点 是要再往后拖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蓝博是没有TP的 而369是有TP的 这一波的话 龙的争夺 奥博是占据一个主导权 不敢来看 看都不敢来看了吗 你中野也提前的过来了 还是要看一下看一下 过来 但是应该 你为什么喜欢蓝博的体验美好 看了也是新同样的感觉 应该是不敢打的 因为打了可能要崩 但是看一下应该没事 看一看又不花钱的 对不对 是好 那这样的话 这局的龙魂是给到了蜂龙 上路对线来讲的话 在做了 这个深圳头盔之后 在做了这个深渊之后 还是比较舒服了 不会血量上出现太大问题了 蓝博现在他的这个招位 对后排的伤害力是高的 双穿嘛 他主要不是为了打这个奥温 这边的话这些大招给了过来 哎呦要被秒掉了 直接就杀了 啊对单穿 这一套控制还是吃不消 感觉双方在不断的寻求机会的同时也给到了对方很多的破绽 那至此为止这个剧本又有了一定的悬念 这个刀妹也有两颗人头了 因为现在卡扎很肥 而且VG肥的点很在很在位 就很合理 合理 我这边其实右边韬博的一个阵容的成长曲线啊 还是偏弱一些 如果能够控制住第三条龙的话 会好打很多 如果第三条龙被抢掉的话 那这局比赛的节奏被拖慢的情况下 VG的后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主导权 又来了吗 但是后面有人蹲 这个时候女毯是在后面的 女毯当面都在往这个位置赶 但是 但是人应该要多一点吧 下午前方先招 女杉还没到位 先把杜丛撞弄好 这边的话有点扛不住的呀 先过来过来 先把蓝柏秒掉 但是支援已经随后赶到 先交逼出了蜘蛛一个闪现 反手奥文又是给了一个kill 但是还是被防御塔所击杀 这里奥当面又是kill了上去之后 强大给了一个草虫kill 又被九筒一个肚皮顶了出来 还有一个表 应该没了 人头的话是要给到刀妹的 但这一波蜘蛛的一个大人头 是没有拿到 一丝血给逃了 强行去月塔击杀兰博 还是被对方找到了一波反打的机会 要捉一下卡莎吗 卡莎是一个大人头 这边泰坦 泰坦有闪现的没有交 这个大招扫的看起来有些 仓促 因为刚才也没办法 泰坦就算交了闪现 没机会给到后期的伤害了 也够不到 也够不到 交了闪现卡莎也有闪现 这波就是尝试一下 不过上路这一波的一个决策 VG就支援的还是比较快的 涛坦的想法肯定是我这一波 既要拿来的塔又要杀人的人 主要就是给对方的反应时间太 时间太久了 还有两分钟晒一条龙就刷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双方的视野布控 红色方的涛坦是一把主要的重心 还是放在了上路 而来到下路的兰博 看到了对方野区里面 自己几方眼卫的布控 也是感觉心里一安 上塔把对爱 这边兰博绕后了 兰博身上有大招有闪现的 这一波的话有点危险 兰博先落地之后 给了个一技能 但是对方也是亮起了一个T 反正比方是晕到了一人 兰博死前是把大招放了出来 这边是隔绝掉了对方的走位 但是369好肉啊 这边踩着火焰出来 闪现给大招 被闪现躲掉 兰博又是pure了上去之后 一说对方的一个金山 应声赶到的酒桶 是先打出了一套技能之后 这里奥恩还是扛不住对方 后续的输出 正面这波反打 危险又是占到了优势吗 加拿的一个大招推了过去之后 这个大招爆炸范围 没有推到正面所有的人 蜘蛛过来躲一下 叫钢斯 但这个时候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 把泰坦炸开之后 应该是可以迅速的往后撤一下 这一波团战打下来 还是套博要稍微要快一些 嗯 二和二 还可以 兰博先手落地的时候 是直接被收掉了 而且是交了一个TP 兰博现在已经零杠五了 好惨 最后 加拿进场的大招 是冰到了这个刀妹 嗯 所以后面 人头也是被冰枪拿下 加拿这个大 自从这个地形改变之后 在这个角度推出的大招 老是会出现 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看这波的回放 其实第一时间的话 这个TP啊 亮得很及时 咱们先把大招扫下来 太肉了 这个奥恩太肉了 他确实吃了好多的活力 而且这个闪现躲大招 也躲得非常的金面 不然的话都要被留下来 下面的话又是打了起来 这边还是要继续军训兰博吗 兰博一个人被逼到了塔下 看一下这边又是一个强调的Q系 能给到 勾到 没抽掉人高 然后就被泰坦拿下 那这样的话 下一条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看一下 泰坦只要不死 这条龙就是囊中之物 但是 自己是被对方团团包围 拖时间 拖一下 用自己的血肉之靴 还在拖这个九条龙时间 这样放的话 感觉 龙要没了呀 还在拖 他这波死了 其实根本无所谓 因为关键是队友 已经回身去拿龙了 是的 第三条龙已经拿到了手中 其实这一波 感觉VG也没有太想想要去抢这个龙了 因为九筒 如果真的想抢的话 应该是换一个人去杀这个泰坦 然后九筒去 感觉还是逃脱不了上路的那个懒头现场 要动啊 要动啊 要动 这边直接开了一个急跑 感大招推了出来 这边大招空掉了 没有给到太好的效果 推的也比较一般吧 没有得到太多 只不过也就算了 但毕竟现在套布已经三条龙了 但是随着等级的提升 这里已经到达了12级的369 已经开始强化装备了 这局还是没有逃脱兰博的现状啊 嗯 因为就是 他哪怕是在上路这边躲过一级 他都会换到下路还是要被抓 因为毕竟龙在下路 所以大家现在学聪明了 就是兰博都走中路 反正线比较短 那还不是我们LPL的开发 确实 但是局面上来说的话 就比较容易控 所以套布胜利又会增加一些 现在的话双方的后期能力 无限接近于对半排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毕竟有奥恩这一手团控 还是后期打团很有力的 有奥恩有龙 想找后排的机会还是不错的 而且随着时间退移 其实蓝博这样的英雄的等 这个英雄强度也会慢慢的下降 但是现在就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对 警戒也没拉开 这一条下火线风怎么说 拉扯了一下 还是回到中路来带现 反正现在在下火线风 这种地形去作战的话 我觉得威剧有一定的顺便 而且蓝博也赶了过来 因为蓝博这个大招可以封路嘛 他现在这个装备 其实是对后排伤力很大了 但是这个角度的话 也是奇亚娜和奥恩 发挥到一个比较好的空间 又像先咬吗 这个大招撞了过来 撞起了后排的三个人 太坦已经相信老地了 倒霉这个大招先封锁后排 凶锁地给了进去 但这边一头撞起了三个人 特别的话奇亚娜又进场 这个大招推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翻手一个爱看 下方雨是打残了奇亚娜 想溜 还是被Aboy追着点死 后面的话 女强没有人去保护 正面蓝博过来 火烤 下后排ADC的输出 是收掉了MF的人头 这波团战打下来 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太坦 他刚才是仗着 自己有石像鬼的板甲 想进去探一波视野 然后去把这波团给开起来 但是由于他第一时间 是被控死了 导致他石像鬼板甲 没有第一时间开出来 所以说 快死的时候再开出来 快死的时候开出来 已经没有太好的效果了 看这波的回放 我觉得奇亚娜 这波的联动 沟通还是没有做好 这波如果奇亚娜 第一时间在正面的话 他完全是打得过的 他如果提前开这个石像鬼板甲 应该没问题 这波团战舒服定能打过 这波其实我觉得369的 击飞也好 大招释放也好 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也 确实这么少 NAT的进场 NAT的进场也 慢了一些 太晚了 来得不是特别好 他这个combo combo链没有打好 如果第一时间 能跟这个奥恩的大招 稍微衔接一下的话 其实会 照过比较爆炸了 其实伤害是有的 打上去 谁说现在两边拼团战 而且是刚才是 经济没有拉开的情况下 真的就是看 各方的一个细节 但是现在 虽然差了一些经济 但是 他不也不是完全没法打 因为毕竟 有三龙在手 心里面也不是那么慌 但是与此同时 到Apple 6-0的数据 已经把复活甲 补了出来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他的魔咒也将会点满 而后 他的输出环境 包括MF 很有可能要面临到的是 卡莎 直接跳脸的输出 是这样 而且MF现在装备 不是特别好 正面打的话 不一定能点过 我觉得对于 套博来讲的话 他们最 他们还有一波团战的机会 就是说 这个康波链一定要打好 就看这一波 松了 好吧 但是这一波的话 感觉VG先把视野站稳 但是还是回到 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我们一直聊 在龙坑打的话 其实还是VG要 更占有优势 因为这个地方 位置比较小 大招很好放 蓝博的大招 我觉得大龙半区 还好 小龙半区的话 如果套博想 从那个卡小的入口 寄来的话 蓝博很有可能 一个大招直接红过去 是 两方 都在拼小龙 但小龙的视野VG 是死死都不肯放 因为这条龙 不能再放了 而且现在 套博这边也懂了 我哪怕是派泰坦 先行去试探一下视野 也都是很危险 这里尝试节俭 是给到了 但是没有什么 太好的效果 这里一马当先 是被减速到了 一个大招 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温泰大招 也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这里蓝博大招 先限制下MF的出错 正面的话 蜘蛛已经被秒掉 接近神的ABO 还在继续追击 正面打出一波 一划二 这边ABO身上 还是有复合甲的 先把自己扬刀的背动 迅满一个凶索敌 挂到了 身上有大招 直接飞了过去 艾卡西亚鲍鱼 先打出 再打出电疆效果 闪现想跑 但是最后一发平衡 一个桶子 直接滚掉 这波进场比较勉强 因为奥文先手放了个大招 其实 卡西亚进去就是一定要针对这个刀妹 换掉之后 结果Night也倒了 嗯 主要第一时间 奥文的大招角度并不是很完美 而且地形相对开阔的情况下 卡西亚鲍的发挥环境也很受限制 这条龙是拿了下来 成功地主导了 浩博拿到这个龙魂 那这样的话 浩博的局面 就会变得非常的凶险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正面 一直迟迟推不下中塔 就只能通过在龙坑这个地方 去找点机会 因为虽然Rin这边有蓝博 但是奥文的大招在龙坑 这种狭小地形 包括齐亚鲍也是有发挥空间的 感觉齐亚娜进场好快就死掉啊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艾波现在已经 看下后期的数据 装备太好了 他做了波甲之后 他就直接跳点击打数据了 他现在魔界也有了 就波打了 还有问题 对于套博来讲 很难受 就是他们的中野 在前中心没有 积攒足够的优势 到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保命装备已经做出来了 再想去击杀到对方的 关键点位已经 难上加难了 而且蜘蛛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她的实力 她的作用 已经是下滑到很多了 又是同样的位置 齐亚娜在绕后 想找一个机会 刀妹也是在上路 清完兵线要赶过来 但这个位置 又是离自己的队友 比较远啊 这里蜘蛛已经把自己的 表现交了起来 泰坦一个大招 直接给了过来 先被击杀的是一个卡莎 刀妹在侧应进场 先给到两个人的控制 这里蜘蛛在来先限制下 MF输出在MF的大招 还捏在手里 比较好地进行收割 而死掉了 所以说也算是 处理的比较细节了 而且Night在后面 是牵制了卡莎和蓝薄 并且自己还没有死 其实这波已经打得 很极限了 对 可能稍微差一点 就要多死一两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VG这里 所有的技能 基本上全是瞄着 都提个去的 刀妹的切入角度 蓝薄的大招 包括后续技能 九桶大招 全是丢得来MF的眼上 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又没有什么太好的 保护性英雄 在MF的附近 包括他现在的装备 也是在先要把输出 累积到最大化 MF是没有TP的 但是他在带线 所以就赶紧把大龙 视野又抢回来 局面就很胶着 但就防装来看的话 其实VG这边 已经做好了 再接大龙团的一个准备 来 这里是抓到一个 野生的蓝薄 直接带走 这个伤害这么高的吗 主要蓝薄 他毕竟是个蓝薄 太操了 别这样说嘛 感觉Cube好伤心 要关照一下蓝薄玩家 对吧 这个局面就是这么的真实 等他看回放的时候 就记住我们了 齐安娜奇他装备是不差的 在之前直播团里面 没有打出特别好的一个配合 其实是主要的原因 现在依然大龙很纠结 不过这样来说 又拖了一些时间啊 相当于拖了一分钟 卡莎已经是四件套在身上了 而且我现在蛮担心一个问题 就担心TS的一个问题 这VG现在占据优势的时候 后面几条凤龙 如果全被VG控下 那这个大招的CD是吧 未免有些太恐怖了 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 是特别吃大招的一套阵容 以蓝薄一个团战丢两个大招 确实 因为本身现在蓝薄大招 包括刘娜的大招 CD都很短 卡莎就空中飞软 乱飞了 完省云顶之翼那个样子 洋刀家那个什么青龙刀的 是吧 确实 不过随着等级的提升 奥文这边的话 也是给淘博的区域队员 强化了一下装备 不过优势方的飞机 还是掌握着整个战斗的主导权 包括Apple 这复活甲甚至都打不掉 又来了吗 以为龙要刷了呀 这条龙对于套博来说 先占位置 很关键 我感觉 这个地方如果蹲到人的话 越难 因为正面的团战打起来 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分出胜负了 钱安娜第一时间不再正面的话 会不会发生刚才那样的效果 主要是VG 他第一时间看不到钱安娜 肯定会起疑心的 就会在想 钱安娜在哪个地方会去找的 所以这小龙就刷架了 召来一下 已经知道钱安娜在后面了 大概猜也能猜到的 大概位置 看一下怎么说 四个人的站位相对来算 比较集中的 当美又在侧一箱找机会 刘娜拿一把大招捏在手里 这个地方的话 真的好打吗 闪现过来直接大招 挂到了三个人 看一下这边 奥文的大招也是给了过来 当美一个人进场 之后是绝交了一个军身 正面战场 是被分割开来 而后排的MF 想一个大招扫掉 当美 但是自己也是被打出一个精神 而正面的话 Apple已经完全完成了超神 她在持续地进行输出 蓝波被收掉之后 还想追 一技能过来给到一个减速 其安娜利用自己灵活的位移 是过到了墙的另一端 但是这条龙还是要被VG 收掉 这波团枪打下来之后 只换了一个蓝波 约等于没有换吧 主要第一时间 当美进场之后 他本身身上有秒表 撑了太多的时间了 他把对方的阵容完全拉扯开了 但这样的话 男爵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了 虽然刚才369也是在做同样的组合的作用 但是明显卡莎的输出能力更顶一些 主要是没有人现在能够威胁到MV 他上一波还有复合甲的时候 真的是无脑有直接扑进去就完事了 那这样在拿到男爵之后 拖一进变得很难防守了 因为这个阵容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没有什么清兵的能力 这波回放 第一时间的话 所有大招整齿上的 对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男爵的大招 其实封锁到了他们 他不和拉扯的一个路径 而且后面团战上面的话 两个精神也是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也很关键 这波的话 iBoy是没有了复合甲 做了一个水银湿袋 然后有绿叉做保命的效果 中路是直接掏了个复合甲 走口身上一个精神一个女妖 吻 突出一个吻 不想给对手机会 确实也经过了前四局的敖战 VG现在满心想的都是稳妥的赢下这局比赛 现在有了大龙Buff的一个增翼 中路能不能稍微推进一下 中路的外塔是早早就已经推掉了 应该还是想把杀戮的线 带过去一起推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打这种 单代的大龙Buff推进效果 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他们这个联动体系 相对来说每一环都是不可或缺的 你像O1的开团 如果接不到后手的话 这个团战也不可能打得很好了 还有四阵线过来了 真想推的话 正面如果有阻力 蓝波直接给个大招就推了 蓝波一个人把中路的线带了过去 这两路相当于白拿了 二坦确实也很难守 还有上路的一个二坦 经济扎具8500块 8400块 现在主要是艾波为这个点 再过一会儿 甚至这个复活甲都快好了 倒霉的话身上也是有保密技能的情况下 可以担任进行对对方后排的分割 而反观淘宝这边的话 他们的刺客 等于是奇亚娜耳之后 可以去找机会去切开埋伏 走位很灵活 经验很足 但是依然是要吃到日女大招的减速效果 这边的话 杨莱直接冲了过去 这个大招撞起了三个人 还有角度 奇亚娜没有角度推这个大招 这个应该是劝退了 因为危机三个人 两个人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 还有30秒的大龙时间 这个有可能是推不掉 但是依然拿了两路 其实这个大龙收益还是不错的 能拖一下 但现在经济差就出来了 这里你再等到下一波团战 iBoy的复活甲又好了 但他现在的装备提升 就不容易了 毕竟最后掏了一个水平期待 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经济虽然在8000块左右 但是也由于奥恩的强化效果 之前他们做了一笔账 大概这个装备的提升的价值 是在800到1000 一个装备 对 所以这样算下来之后 就还是处于一个稍微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其实挺可观的 这个 对队伍的一个增异 四辰五入加上那个小龙的属性 约等于现在的战局是平的 而且现在iBoy的装备已经顶到天上了 所以没有什么像Rita说的 没有什么成长空间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MF与他逐渐的缩小差距的一段时间了 享受一下 这边其他那走的还是位置比较靠前的 但这边因为九筒是有一个女王面纱 所以说也没有敢过去硬碰硬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 VG的节奏上来讲 可能要更抓紧一些了 因为再往后拖的话 这个战局虽然自己这边后续能力很强 但是毕竟交给一波团战的对局 不是一个优势的队伍想看到的最后的结果 虽然VG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机会去开团找机会 但是明显来讲 你的配合不是很 不是很完整 但是应该要逼风龙了吧 风龙马上要刷了 现在草丛里没有事业 女团带着扫描进来 这女团好肉啊 套伯第一时间没有选择去开 还是想拉一下这个位置 但是自己直接被开了 就那个一闪 这都给死了 这边的话卡特了扫地之后 欧恩的大招给了过来 这波大招上去三个人 欧恩的大招又是在做封锁 MF在侧翼想找机会输出 一个大招丢过去 又被人家指了上去 交了一个进化之后 闪现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被贴脸输出 MF这波应该是直接要单切掉了 MF后续这里369 还在做最后的逃亡 但是自己的队友 已经消耗殆尽了 刀梅还在继续追 这里369感觉走不掉了 其余的队员 应该是要过去 一波终结比赛了 想交一个TP回去首架 没办法 东龙都不要了 直接退高地 应该是想要一波 想要一波的 因为毕竟现在 剩下一个奥恩的复活的 卡特也是 毕竟是个蜘蛛 对还有十秒 其实有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最后一波团战 VG开得非常的果断 这样的话 军也只剩一奥恩 又敲起了三个人 直逐进场之后 对蓝波的大招 封锁了一下 走位就从点上去 走一个大招 但是现在不是 iBoy推塔呀 今天VG用 自己最精彩的表现 奉献给我们了 这个完美的BO5 3比2 战胜了强大的TOP VG在为他们的 新赛季的新征程 展开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开端 这个确实让我们大家 在意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 就是这一支VG战队 用他们的一个硬实力 以及他们的一个 年轻的那种气势 去站在了这个 八强的一个比赛的胜者当中 其实我觉得今天VG表现得 非常不错 但是更让我惊喜的是 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 临场的调整和学习能力 是非常强大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局那样的失误 就没有再犯过 VG是每一局都打得更好 而且教练组做的准备 能看出来也是比较充足的 就面对这场比有5 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战略 包括肯定也跟选手讲了 打套波 我们就要注意什么样的东西 今天其实VG整体上的 失误是偏少的 当然在说的那两局 也是套波很 就比较完美的那种 活血球的一种局 但现在我们也说了 这个版本的比赛 其实它就是 可能在龙坑里面的一波团 它就杀死了这场比赛 所以每一个失误 它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但VG今天这场比5 不得不说 真的很长士气 八金四成功的挺进前四 我觉得话又说回来 果然最开始我们看到的 那个转会期的评价是对的 就是VG在这个赛季的转会的一个选项 让他们的队伍 各个点位全部补强 是确实一个S加的评级 看一下第五局决胜局的一个最后的数据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 有一点小小领先的是涛博 但是后面由于节奏上运营 包括那一波非常关键的反蹲 抓蓝博的那一波 让VG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经济上的启示 包括最后他们的一个团战的一个大的combo链 打得非常的完美 其实他们当时的经济有一些虚假的层面在上面 首先他们帮的是上路 然后上路其实并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成效 并没有拿到更多的资源 他们往往是通过下路的一些 拿龙这些去滚他们的一个优势 但是实际上对于女枪的帮助是比较少的 那这样的女枪装备不好的情况下 能够给予团战伤害的支持也就会比较少 是的 但是刚才那一局的话 虽然Cube线上过得很惨 一直被针对 战绩并不是特别的华丽 但是伤害拉得很足 其实他在有大面具有打承鞋的时候 他对女枪的伤害就是很高的 女枪没有多余的经济 去做一个什么磨抗 就隐磨刀之类的 你站在后面吃一个大招 你就是要死的呀 对吧 我看每次团战 就是女枪站在后面 刚想A人 然后一个大招下去 她往后退步 然后团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就她一直是对面 就核心针对的一个 就通缉令下打的就一个人 就一定要把女 就是女枪的数换弹弄得特别差 所以这档比赛真的 VG的团战可以说是处理的蛮不错的 包括选人 教练组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 像办了奥恩之后 又拿出了蓝伯去针对女枪 这个英雄 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大招吧 放在最后一局也起到好笑的效果 我会觉得这一波其实是真的很关键 这一波的反蹲 让整个的攻防局势 形成了一波逆转啊 对 这一波是拿到了关键的人头 我觉得也让这个刀妹能够起来 因为如果单肥一个卡杀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不够立体那个时候还 这波的话是VG先手发弹去找机会的 但是双方这边应该是互有所得互有所需 这个我觉得可以用网上形容他们的一个说法 绝代双胶 绝代双胶 而且这个位置看一下奇亚那大招推的范围啊 真的就是这个地形改变之后啊 你会觉得原本这个iBoy和这个 iBoy这个位置肯定会吃到大招的 但是由于这个U型回廊的改动 这一波的话我会觉得是 涛博的沟通确实没有做到 你看那个大招一下女枪在后面就只能罚战 就所有的大招肯定是都瞄着MF去的 但是就像瑞塔刚才所说的 第一时间奇亚那不在 她没有能够跟奥恩的一个控制 打出一个比较完美的衔接 造成这波团战是一边倒 对而且这波打的时候 其实两边没有什么经济差 就套波有一点点的领先 所以说装备在没有决定性的差距的情况下 那就看谁团战发挥的更好 每次女枪都是第一时间就是跑 而且这波更大的差异就是 你看两个AD 她的数据环境就是差别就是很大 差地别 你只能原地放一个大招 但是我有个大招可以作为一个位移 我还有个复活甲 她更过分的她是闪现过墙 想找这个MF 中路这波也是一个大招过去 反正我拦过一个大招 底下走位 其实打完之后就会发现 套波不断地在换地形 去想处理他们这个团战 龙克里面也做尝试 然后中路这个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尝试 但是效果都比较顺畏 这就是做了复活甲之后的ADBOY 直接跳到脸上 也不管了 反正就是 蓝博大招无脑 往后面一丢 你向那里一丢 干扰你的输出就完事 这波团战太过精彩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遍 看一下ADBOY的位置 你看ADBOY就很执着 他从龙克里面闪见过来 就是要找这个ADBOY 然后NITE其实在后面 一直在追着蓝博想输出 因为蓝博其实肯定 他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后的 双方其实上战都在做一个风格的效果 但是蓝博不一样 他那个大招丢下来之后 他人是可以不用过去的 而且他有个精神 他可以拖很长的一个时间 这波团战的话 就是属于 我看了一下 他在放大招跟一技能 之前A都没A一下 A都不敢A 怕看一眼自己要死 因为确实太过限制了 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在第一天的比赛 小组赛第一天的比赛日里面 就有见过就是用蓝博去克制MF的一个情况 包括克制蛇女的一个情况 其实MF想想 他真的被很多那种英雄都克的挺死的 黄紫嘛 什么酒桶 蓝博 铁男 其实在面对 如果说真的很吃女枪 一个大招AOE的阵型的时候 真的没人管这个女枪 他就没有办法放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队伍在配比这个阵容的时候 很有可能给女枪配一个 另外一种C位就比如说像瑞斯这样的点 就你想去切我的后排 我有一个carry点 可以去打一个后续输入让你进场的人 你即便是换掉我女枪 我这边还有一个输入点 可以把你的进场的刺客给秒掉 所以说 但是这一局来讲的话 前中期我们会 期望的是 涛博去做一个野斧的强势的双连动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一种局下来 但是有一个效果确实是明显的 他们选了一个偏向于前期的阵容 选择女枪终于也都是蜘蛛加上奇亚娜 其实他们也空到了三条龙 我觉得是为他们能够在后续能够接团的一个重点 但是只不过这一局前面的优势没有滚到 足以支撑他们就是后期能迎团的那种局面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 就是算到了也没算到一点 没算到就是没有算到就是 艾波也和那个中路的焦太郎发育的那么好 我觉得这个是没算到的 包括于就是由于经济累积太快了 就是让艾波也很早的就把这个护博甲做出来了 护博甲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 艾波其实这一局就是想着 我拿了一定的经济 但是我们现在团队可能团战需要我有稳定的一个数字环境 我就不想那么多 第二天直接给你护博甲再说对吧 好的 这边的话 艾波已经产生是给到了这一局发挥出色的艾波 10-0-9的完美KDA 也是给了大家一个他要C的手线 这个是笔芯吧 这是个C吧 我很C的意思 是个C 你看他那个手型 应该他是 对 然后那边还站一个人 然后是另外一半 我觉得可以把这张图截下来之后 然后走进你心里的Cube 共粉丝实用 但关键是这把他确实也挺C的 整体队伍上面来说 打团的细节处理的真的是蛮到位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最开始会觉得 很多时候要强调打对线 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德杯的一个竞争 前面下路很强调下路的那段时间 到现在就是你可能会不是 没有那么强调去对线 而反而是去限制你下路ADC的一个发育 最流行的MF 包括之前我觉得 今天来讲的话 你像赛纳的发挥 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一般的 没有像我们之前预想的那么高 其实都是随着比赛竞争提升 大家对这些比赛大热的体系 会产生出越来越多多克制办法 有没有感觉就是上路在自己改变自己 让自己能够融入到这个版本里面去 选择一些 你不是要选AD比较厉害 比较强势的对线英雄吗 我就选一些专谈你这些英雄的英雄 是 上路的话百花齐放 其实跟之前世界赛版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肉又可以玩了 就是之前的话是肉真的不太好玩 因为本身那个征服者点满 他真伤的一个转化 包括像手长英雄的一个风靡 所以说肉就没有人玩 之前奥恩赛很流行的那个 后来那个世界赛都没了 现在又可以用了 确实 那么这个版本的 我觉得我们的比赛越来越好看了 给我们普通的玩家 也是提供了很多游戏上的思路 那么在本场B5结束之后 我们前方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细了 我们把镜头给到前方 好的 各位英雄联盟召唤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赛后采访环节 首先 恭喜VG以3比2 拿下今天的比赛 成功近期 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VG的中单Forge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VG的中单Forge 好的Forge 看到现场的粉丝也是非常的热情 那想请问你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非常的激动 就挺激动的吧 挺激动 但是表面非常的冷静 内心系很多 那在今天的第二场比赛中 可以看到你是拿出了 卢锡安这个英雄 去和对面的妖姬对线 那你当时拿这个英雄的时候 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当时我们拿也好像选了球筒 就产散 散路好像也是铁难 所以要补个AD的中单 就卢锡安打妖姬 其实是还可以的 我们就选卢锡安了 是的 也是为了整个团队去考虑 那在第四局比赛中 你是连用了两场刀妹 在下路河道的那波团战 你是直接1v3 切死了对方的后排 那这一波决定你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当时打起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大的 然后刚好那个锤锡 把腰肌给拉过来了 就刚好1到他了 然后就这样打了 是的 也是凭借着我们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一个时机 拿到了这波三杀 那你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呢 表现还行吧 就第一把有点拉胯了 第一把有点拉胯 没有关系 但后面非常的carry 如果有10分 你会给自己今天的表现 打几分 就6 7分吧 7分太谦虚了吧 我觉得至少9分 你们说是吗 好的 那看到现场的粉丝也是非常的热情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就谢谢来看比赛吧 谢谢他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支持 也要在这里非常感谢来看比赛的粉丝们 那如果今天这个BO5的MVP 由你来给 你希望给到谁 四个队友都挺可以的 四个队友都非常好 如果要给一个呢 给一个 都行吧 都行 好的 也是非常的爱自己的队友 那成功晋级后 你觉得你最不想遇到的对手是谁呢 都差不多吧 都能遇见 就EDC和W1嘛 都可以遇见 都可以 对 非常的有自信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之前你有一个爱称叫做焦太郎 那我想问 你来到新的队伍之后 队友们是怎么称呼你 是叫你焦太郎还是叫你Forge 叫焦太郎吧 叫焦太郎 可以 我们的焦焦也是非常的可爱 好的 那今天的赛后采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面让我们把画面转交给解说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